等你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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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啊 Shirley 陳欣妍在節目和拍檔拍到爆哭 不過越在陰公豬節目就越大迴響 由兩個同仁叫Shirley的陳欣妍和沈欣怡 這對 SS 組合 在 ViuTV 新節目美女郊遊遊帶大家行山 三點即行山就真是第一次見 成功給徵場即引來網民的討論 成為 ViuTV 的 Mison 跑出的陳欣妍早幾晚就突然開LIFE 爆哭了 被人打的人才會知道什麼叫痛 好像趕中了我心裏 映顏著很久的東西 究竟發生什麼事啊 之前 ViuTV 真人蘇辣火頭 Shirley 陳欣妍妍除了有個樣子 原來還能進廚房 不少網民都對她另眼相看 還成為宅男女神 這個時候 ViuTV 當然吃著個小 邀請 XX 組合 挑戰玩命的塞的行山 趴山攝水 看出兩個女神真是拼了老命 咬著牙關完成所有挑戰 有些場口真是看見都害怕 佩服佩服 其中 Shirley 陳欣妍在娛樂圈 已經有幾年的年資了 入行的時候拍過我們的綠衣班 狼人遊戲等 她仍是沈振軒的女朋友 不過為免影響工作 她倆一直都很低調 但人紅自然是非多 早幾晚 Shirley 就開Live 爆哭 勇敢說出這兩年一直被人滋擾的委屈 原來早幾年開始 已經有一個人會開很多個帳戶 騷擾Shirley 又會扮Shirley 的男朋友 進入她的社交圈 逢她和男朋友沈振軒的新聞 都會留言評擊 除了淫屍的留言 又試過公開Shirley 的住址 在她做健身房門口貼A4大字報 內容大致都是唱她不用指意有事做 不用指意紅等惡意的攻擊字眼 Shirley 試過報警 可惜警方指對方的行為 未構成刑事罪行 最多只可以民事訴訟 儘管Shirley 心裡有訴 知道對方就是認識了很久 已經沒有聯絡的人 但因為什麼都做不到 她飽受一次又一次的騷擾 啞隱多年 壓力爆補的她終於要爆了 為什麼 我會 想開個Live 說出來 是因為我前幾天 看了《外的逼港》 有一集 女主角遇到一個男生 是一個洩興者的兒子 她的兒子 小朋友被一群小朋友欺負 被一群小朋友打腳踢 小朋友就蹲下 躲起來 女主角見到她 然後走過去 趕走那群小朋友 跟著就問那個小朋友 欸 你幹什麼啊 這麼傻啊 人家打你你就要守 跟著 跟著 跟著我就 我才意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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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應該 再 我不應該 逆逆 我才意識到 自己不應該 不應該 不應該 不說出來 被人打的人 才會知道 什麼的疼 好像說中了 我心裏 應揚著很久的事 對了 別找在心裡 勇敢說出來 不見得關的 是對方 並不是你